晚上就鼓睡觉 王爵跌倒了 不懂你 佛造功利缺德 你看佛造嘛 现在就佛造 所以现在是 主要啥大问题 没信仰 信仰危机 佛造功利 一切是切 一切是利 怎么用 改 用什么来改造功利主义 再生功利主义 没有其他办法 就只有缺德 只要把论语读完 把道德经读完 他就不会把解开到第一位 是吧 你看大学里面讲 如一国家 把利 放在第一位 这个国家里面 是吧 我们剩下都市主张 众义清理 并不是说不要力 都放在 清理 也不道义放在第一位 国家 是这个 未来放在第一位 现在他有没有责任感 不负责任的 一切为了自己 是吧 所以第五个论 我讲是从提升人文素养的客观 在我们人文素养很低 这重视科学 重视数理化 学校就是一个东西 学校就是一个东西 分数 分数害死人啊 分数害死一个民族 害死一个国家 你看他一切都要分数 他没有 把德才结备 以德为些 这个国家确定的方式来落实 你看我们所有圣衔 都是讲 首先是讲道德 是吧 讲道德放在里 道德经 实际上 我们脑子叫做 德道经 德经放在前面 孔子 孔子 为正义德 把道德放在里 是吧 你看 勋子 莫子 都是主张道德 现在我们 众智域 亲德域 众科学 亲人文 是要亲人文 所以我来讲 科学和人文 两个东西 就好像一个人的两条腿 如果科学这条腿 又大又长 也是个茶腿 如果人文这个腿 又大又长 也是一个茶腿 所以我们古代呀 我们历史犯了很多错误 有么重视科学 群是人文 有么重视人文 不是科学 你看都出问题 都影响国家人 没有发现 现在很多人就怪 我们为什么 清朝一来呀 为什么落后 就是绝对文化害的 他就不懂 清朝 开心 这个康熙前楼 全世界第一 经济产量种子 发展速度第一 这么是绝通文化呢 是吧 是后面 只重视高跌了 重视科学 也轻视人文 过去就我们重视人文 富士科技 都影响发展 所以第六点是 发展协进文化的客观要求 现在我们国家地说 也发展协进文化 我就讲 发展协进文化 如果不重视绝通文化 怎么发展协进文化呢 协进文化 和绝通文化是什么关系 协进文化 上面的树的枝叶 绝通文化是大树的根 更多腐朽了 更多挖断了 还有上面还长叶吗 是吧 所以我就提出三句话 没有绝通文化 就没有主体文化 没有绝通文化 就没有先进文化 没有绝通文化 就没有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怎么来的 没有绝通文化 有中国文化吗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要去宣传 绝通文化的重要性 没有绝通文化 没有绝通文化 没绝通文化 连中国文化都没有了 现在我们很多 领导人不懂 很多有些校长也不懂 没有 懂得这个道理 第七点我讲 加奖品德教育的客观 中小学生品德教育 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 现在主要是缺乏报复 没有志向 任性自私 自我忠心 你看现在一些学生 不讲礼貌 不孝父母 不爱劳动 怕苦怕累 缺乏意志 心理脆弱 你看心理脆弱 现在中学生的心理障碍的 百分之一十五点多了 大学生的心理障碍 百分之二十五点六 全国得 抑郁症的超过两千七百万 一个法国人 去年自杀的人超过三十万 要不要 还不抓到的教育 用什么来挽救 要信神吗 要信圣贤人 要夺圣贤人 是吧 我们西方有一句业语 叫做 贴贴和 你贴贴和伟人在一起 不变成伟人也难 我把它改了 这句话 大家把它寄回去 要去到处宣言 你贴贴和圣贤在一起 不变成圣贤也难 你贴贴和圣贤在一起 记住吗 你贴贴和圣贤在一起 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所有干部 所有的人 贴贴和圣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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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变成圣贤一难 还有各种不难学校吗 没有 圣贤是什么境界 什么高中 最后一点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我们国家地区要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要 最基本的要做到四个和谐 人和自在和谐 人与人之间要和谐 人与社会要和谐 最重要的 是后面这个 人的身心和谐 人这么做到身心和谐 你看这么多抑郁症 这么多精神病 这么多自杀的 他为什么 他没有读圣贤书啊 身心不和谐 身体很好 心里有问题啊 心里的问题是 产生身体疾病的根源机场 所以怎么解决心里问题 读圣贤的事 读经典的事 经典的事 把怎么做人做事做光讲得清清楚楚 你还有心里问题吗 没有啊 所以你看 八大意义 你只讲两大意义 讲三大意义 一讲完三分钟 把大家都说通了 人人跟着我们搞经典 好不好 好 今天上面我们最后讲一个内容 经典教育的目标 经典教育的目标 我就离出了五进了 我们大家任务很拮据了 离出五进 经典要进学校 经典要进激光 经典要进企业 企业读药 读经典 经典进社区 现在我们读的社区推广机 经典进农村了 今年暑假 我们现在我在指导一个大学生 志愿者 今年我们在一百个农村 一百个村 有几百大学生 到一百个村去推广经典教育 现在我办了很多农村经典学校 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八号就到 去看了农村的小学 经典小学 你看他们读了 效果王就变了 乱 好 经典教育的任务 我提出了五大任务 要研究整理 绝通文化经典 学习诵度绝通文化经典 学觉推广绝通文化经典 培训讲授学绝通文化经典 绝通文化经典 弘扬全程中华绝通文化经典 我们有任务的 这是我在全国啊 我率先总结这个五大任务 五大目标 五大任务啊 你要研究要学习要学绝要学绝要培训要弘扬 记住前面 十个字就可以了 是吧 要研究 学习 学绝 培训 弘扬 五大任务 记住没有 好 最后 就是八大好处 这个啊 我们把八大好处 八大意义一讲啊 是吧 讲三条 大家都解释 所以我们到全国各地去 我家长一讲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百分之八十的家长就支持我们搞经典教育 是吧 第一个 第一个实质能力 读经典的好处 第一个实质能力 现在小学 我们大陆小学 六年 教育部规定 认多少个字呢 2450个字 古代的书院认多少字呢 一年认多少字呢 古代的盟学啊 一年认多少个字 五到六千个字 哪个教学效果好 哪个教学好 一年认五到六千个字 你六年再认 不到三千个字 所以浪费生命的教育 低效率的教育 我们刘校长啊 好好总结总结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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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还是叫了三千个字 古代 所以我就想 过去我一直在研究 就是我爷爷受了 唐爷爷的批评 所以我就下决心要研究这个事 过去 我当师范校长 做事做对的也做不起 也就批评我 你这个假大学生 假研究生 读了那么多书 当孤登我读三年老书 三年老书做事做对 书法写得非常万 那些人难怪啊 我们是六年再认 不到三千个字 古代 你只要认得四千五百个以上 五千六千个字 没有读不通的书了 所有书能够读义经 什么书上书都能够读懂 因为我们为什么读不通 就是不认得字 我第一次读义经 我说了我二百七十八个字 我没接过 你看 知道不认得这么读得懂啊 第二个 提高口头表达了你 你看多经典 今天晚上我们很多朋友 都在交流 多经典 你看普通话 你去看我们农村 我们也去看的 过去我们拍点 我带着五个老师去 学生讲话 我们老师听不懂 我们老师讲普通话 农村小朋友听不懂 现在你看我们那个学生 你去 我们八号去的时候 你看 学生普通话读得多好 书法写得多好 都挂在走囊上 学生的书法都表出来了 作为书法作品挂出来了 小学生国画 都画国画 你看国画画得多 这个学生文化经典的好处 是吧 口头表达了那些许家路 于秋雨 你问他们 我都问他们 我说你 哪里有这么表达的 那我都是从小夺经典 夺经典训练出来的 你看许家路 讲两个沙帖 不要带一个字 出口存在 没有一个废的字 你看 都匆忙哲理 看也讲能力 现在我们你看 一些大学生 我向我们一个博士生 一个博士生讲话 一个小时大概有三百六十多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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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个 一个年轻人 讲话 讲课 青年老师讲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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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阶课五六百课 这个 所以学生把它取名 不叫张老师了 叫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来了 是吧 你看这些不要大能力 提高写作能力 你看写作能力 吴时 知道吗 我们安徽人 刘梅七年了 几岁多经典 四岁开始 读经典 从小 保读三字经 百家姓 律师 六超 校经 大学中庸 诗经 书经 义经 十二岁成为少年诗人 十二岁成为少年诗人 你看 你们有吗 这么写作能力好不好 公公若 五岁读经书 五岁 在他的老师和母亲教育下 你看 开始读经书 从小打下 解释之处 优势 诗人 文学家 考古学家 家古文学家 剧作家 国务院副总理 全国人大副委员 不得了 书法家 公若的书法 不得了 五岁读经书 看到吗 一次 我想提高 其他学科成绩 苏不清 著名数学家 几岁 你看到 从小放牛 就开始读 读书 你看 他 在牛背上 读背 切夹诗 堂诗三百岁 嗯 从小读 十三岁就读 作罪 成绩非常巴结 非常巴结 杨振宁 五岁读 成绩非常巴结 我们长沙有一个 东风路小学的 五年级学生 他的爸爸叫沈伯春 是我们的好朋友 五岁读的 读到 读到